很多人以为过人就是做一个假动作然后启动加速 其实这样的过人和赌博没有区别 强如世界顶级球员都要先耐心控球去调动对方寻找机会 再去尝试过人 我们普通人爆发力差 技术菜更应该学会通过控球去挑逗对方 这期视频第一部分讲解如何通过控球寻找机会 第二部分分享几个实用的控球动作 让你的过人不再是拼速度看运气 理论篇我们应该如何挑逗对方 第一点就是刚不讲和讲的距离和角度 在对方够不到球的前提下 通过球的移动来调整自己防守人和球门形成的夹角 这个角度越小过人的成功率就越高 第二点是调动对方的重心 在观察到对方重心明显偏向一侧之后 马上朝反方向启动 比如在调整角度时对方猛然上墙就直接反向启动 再比如连续进行身体晃动时 观察到对方被骗就可以马上启动 第三点是向后拉开空间 在距离防守人很近时 如果没有机会突破 就要向后带球拉开空间 防止被对方出脚破坏 另外拉开空间也可以给自己留一段加速距离 通过提前一到两步的启动和对方形成速度差 这样更容易过人成功 第四点就是转身 如果受到的防守压力太大或者控球失误 又或者启动没有完全甩开对方 最好选择直接转身护球 不要再冒险强行过人 而在背身拿球时就会比较被动 最好先转身面朝进攻方向再尝试过人 复习一下过人前的控球有四个目的 调整进攻角度 移动对方重心 向后拉开空间 还有转身 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动作只对应一个目的 可能一个动作既是在调角度 也是在晃重心 也可能一个动作既是在转身 也是在拉开空间 下面给大家分享六个简单实用 可以用来调整和试探的控球动作 第一个动作三角控球 这个动作由脚内侧拨球 脚外侧拨球和脚底拉球组成 可以在拉球时向后拉开空间 也可以在拉球时横向调整角度 这个动作可以连续调动对手 一边控球一边观察对方有没有破绽 第二个动作拉球回波 这个动作可以在情况不好的时候 快速向后移动或者转身护球 保证球权不会丢失 第三个动作油炸丸子 第一下是横向抹球 第二下是停球 身体要跟着球一起横向移动 来调整角度或者移动对方重心 第四个动作连续横拉球 常用的有两次横拉和三次横拉 注意在拉球后身体一定要跟上去 不要让球离自己太远 第五个动作拉球单车 在被对方贴身的情况下 这个动作可以帮你获得转身的空间 非常实用 最后一个动作马赛回旋 在启动没有甩开对方时可以转身护球 而在背对进攻方向时又可以快速转身 只要练好以上几个动作 然后把它们任意组合 就可以在不丢球的前提下调动防守人 寻找突破机会 希望大家明白要想提高过人能力 一定不能平常随便练一些基本功 想着到了场上再去灵光一线 必须要提前思考场上可能遇到的情况 然后针对性的设计训练动作 要清楚的知道每一个动作的作用和使用场景 有些人没搞明白一个动作的目的就瞎练 还有些人到场上做一堆没有目的性的动作 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特定场景来设计训练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